让幼儿及弱势家庭能够有足够的快筛试剂监测自我健康 从今天开始0到6岁与弱势民众每人可领到5剂免费快筛 其中新竹县竹北市低收和中低收入一共有1000多人 0到6岁则有2万多人都能到施工所或是药局来领取 搬运一箱箱快筛试剂用推车拉进县府 清点后各乡镇施工所陆续领回 今天起0到6岁与低收弱势 每人可领到5剂免费快筛 竹北施工所也因为针对这一次快筛季的问题 我们也紧急向代表会提出这个紧急这个颠覆案 需要整个竹北所有的乡亲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5剂 那我们目前预估是要定105万剂 那么在等这个会期代表通过以后 我们就会立刻来实施 那因为这个经费也算蛮庞大 代表全家领取 另外施工所已向代表会提出紧急颠覆案 争取通过9千多万预算购买105万剂快筛试剂 要普发给每位市民每人5剂 除了弱势可免费领 今天0到6岁家长也可拿健保卡到竹北各健保药局领5剂 医生分证字号为数单双号进行分流 一早就有家长陆续来药局 带着小朋友就不用去排队 不然人挤人的 对 那也会定期帮小朋友做快筛这个动作吗 小朋友的话比较不会 因为小朋友受不了这样子的刺激 可是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还是会做 0到6岁每个人一样可以领到6剂 那么我们也希望把家长尽快的利用时间 赶快去领取这个快筛剂 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因为现在5岁以下不能打疫苗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也能过得健健康康 那及早来发现及早来治疗 0到6岁全市有2万0307人 领取期限到6月30号 若是快筛领到6月24号指 提醒民众期限内领取 可备用在家中随时把关全家健康 1个月25号指